现在在裁判组的带领下 两队也是来到了航海体育场 航海体育场感觉现场的气氛还是挺不错的 他们就是要保际 就是要拿三分 好 随着 随着裁判王哲的一声哨响 吹响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声 欢迎收看由PPTV给您带来的 2018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1轮 河南界在主场迎战长春亚太的比赛 亚太这边的反击前场的三打四 好机会 快速的推进一哈洛 一对一来到了发球区里 一扣 再往发球区中间扫 还有机会 打门 这个球是打高了 进攻三人组 打反击的话其实就用了三个人 从阿德里安开始到一哈洛再到弹龙 这可以看出阿德里安这位前奥超最有价值球员 他在场上的这种游手转弓的能力 其实两个球队两个外员 一个阿德里安 一个一握 两个人都是干同样的一个任务的事情 这次不错大门 一握 这球是踢到余瑞的身上了吗 还是踢到力柱上了 感觉近在直尺 这就像刚才说了 如果这个球是一握传给的里卡多或者是巴索哥 可能就有了 一握并不是一个终结者 而更多的像是一个组织者 进攻还在继续这段时间 在长春亚太的门前有些风声鹤唳 随着时间的进行 河南接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进攻的节奏 几次的进攻都是威胁到了对方的大门 这次又是获得了一次脚球的机会 以我一停一打非常的冷静 左脚停球 左脚直接打门 阿德里安在场上的一个发挥跟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这次可招的传终 这次有机会 还又是一脚打门 禁区里的防守队员太多了 可以说长春亚太现在完全是用一个大巴 把对方的进攻一次又一次的化解 还是被解肥出来 好 主裁判王哲的一声哨响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结果上半场比赛激战了45分钟之后 两队是一个0比0的比分 长春亚太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 好 裁判王哲的一声哨响 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声 下半场比赛两队交换场地 客场作战的长春亚太也是从屏幕的左侧 往右侧进攻 而主场作战的河南建议队 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 直接来到了发球区里 第一点的正经 投球的攻门 球进了 下半场刚刚开始不久 长春亚太这边 就是完成了一粒投球的攻门 由39号的佩西诺一起 完成了破门 其实是在一个非常被动的情况下 完成了一次破门 这对于长春亚太来说是一个及时雨啊 因为从30分钟之后球队的表现就是比较的低米 下半场上来之后呢也是稍显被动 但是这个进球是一个止血迹啊 其实这个进球的话 一方面就是长春亚太本身的定位球 就是他们的强项 这跟他们在防守时 不怕很难兼业的这种高球传统一样 这次完成投球门呢 是佩西诺维奇 是球队的中后位 中后位 对 对 那高 防守时高球顶得好 进攻时投球顶得一定也差不到哪去 而水防佩西诺维奇呢 是一卧 这明显是一个类似于错位的防守 球还在法球区前没有解除危险 一同万战 门着大门 球进了 黎卡多 这个球说实话也是比较的意外啊 在门前简陋 黎卡多这样在丢球之后的9分钟 河南界也在主场顽强的翻评了比分 这是长春亚太的一次解围并不果断 连续的两次解围没有解围干净 让河南界也再次把球打到了罚球区里 黎卡多在没有防守队员的情况下 把球打进了对方的大门 一笔 两队再次来到了一个平局 这个球应该没有什么约位的问题啊 我们看到近随没有给到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的交流 前面一个角球阀的其实就已经挺不错了 落点已经很好了 这就在于我们常说乱战之内啊 对于第二点的危险位置的保护 这两个队员都让了一下了 看来看这次又是一个争议的犯规啊 场春亚太的教练组是集体的站起来投诉 上半场比赛 陈金刚教练是不是直接被罚上了看台啊 上半场陈金刚教练对裁判王哲的判罚有几次不满 下半场可以说是这种不满愈加的强烈 这个时候过多和裁判的理论的话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这次把索哥 用自己的个人能力来到了法球区的湖顶 没有机会再做一下配合进去 好球 哇 这个打门打在了立柱上 自家的球门 把自己 阳阔吧 应该是阳阔 阳阔 比如说运气不占在河南街这边 自家的球门 把自家的打门拒之门外 阳阔其实在上半场 他的助攻技术性就是非常的高 多次的套边插上 完成船中 这球打门打的质量还是非常的高 没什么问题了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阳阔是一个中场队员出身 距离 阳队在先了 裁判王哲也是看了看时间 决定还要给时间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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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